很恐怖 很惡極一個選舉的一個手段 本地是要公布這兩分 劉伊如上禮拜是要公布這兩分 說一禮拜要解密 最後就變成兩天就解密 本地是要解密這兩行 要解密就來檢驗 由上禮拜民主黨黨要求 要解密可以 不如將幾個宇昌安的資料 全部隆重 負消的大眾 貪在陽光底下 民進黨由上禮拜開始說 全部解密 全部都解密 其實民進黨也這麼說 這是談判的時候 需要暫時來保密 散熱說好事 也沒有機密可談 結果這兩分解密 解密到最後這兩分都沒問題 會把這份出來 八個十九號在這裡 原本現在在我的手段 這份就是原本 大家看到 這是八月份 八月十九號 就是這份 結果 經檢會立法公布變成這樣 這份就是有才來的 有才來的 你給他看 多幾個行李主 你會創作公文 此份公文 為九十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禮拜六 於台北市舉行的 Time-in-c 投資說明會的說明檔 in-c就是公司 對 公司 股份六線公司 是怎麼說這個出來 今天劉宜如出來說 說這個二者的二是他們打起來的 今天 今天阿波差不多五點的時候 創門創主席 我問說 那到底是什麼情形 是怎麼劇者的二出來 我說他沒有 我說我就開始想 我說三款情形 國民黨會這樣印 第一 印說前朝打起來 第二項 我說第二項就是有可能 我說我第二項 我看本來想像 有人打起來 但是這封面是怎麼打起來 我也想不到 可能頭打封面後 都要進去上面 又有第二款嘛 我說第三項有可能 是有人打起來 總要把他打起來 結果有人要印出來 結果去我賠到 第三款 就是今天有聲音 劉宜有聲音 他們加註料貼上去 我問的是說 本地是要解密這兩分 你現在還創造一個機密出來 是怎麼解釋出來 我想這個大概是機密 是怎麼你要用三月三十一 很簡單 因為 在八月十九幾分裡面 出現到什麼人 這 這 蔡英文 蔡英文的名字 所以大家就開始 你看看 這個 第二項 你拿到這麼多 注意看 你用左手拿 莊議員 拿到手邊 拿到手邊 你注意看 何議員幫你倒手 第一項 第二項 這何大一 何大一 何大一 大家看到 各位在看 就看到蔡英文 還有陳良博 都看到 所以他的想法就很簡單 他的想法就是 在八月這分 有出現的蔡英文的名字 蔡英文是對的 我怎麼沒看 蔡英文的名字有 有啦 你把握一下 蔡英文 蔡英文 八月十九那分有啦 八月十九 八月十九 這是三月三十一 不好意思 你拿到分 我拿到分 在這裡 你把握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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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蔡英文第一 第二項 蔡英文 這裡第二項 這個翁齊惠 第二項 翁齊惠 這是中原院院長 中原院院長 對 八個十九的飲食文件 來來來來 拜託 蔡英文 你讓大家看得久 我現在有別的跟大家說一下 來 攝影大哥拜託 八月十九 第一位 他這就是公司的籌備嘛 籌備 對不對 主要負責人 主要負責人 對 然後第一個是翁齊惠 中原院院長 第二的你看 蔡英文 英文蔡 他是當時2006年到2007年的 中原院院長 另外三個也是政治大學的教授 第三個 第三個是何大一 何大一 何大一有特別誰 他說他是一個公司的CEO 是 對不對 然後也是世界什麼AIDS的 研究的專家 OK 也是另外一個大學的教授 第四個我們看陳良博 陳良博 這也是院士 是喔 中央研究院的院士 是 所以郭敏東 經建會 在那八月十九 這個原書文章裡面 有出現到 割英文的名字 排在第二 所以他就想說 嗯 就有了 蔡英文你現在在裡面 好了 他現在來了 他現在中這份 把你加這個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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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把你加這個 這個叫做三月三十一的 沒有啦 三月有三十一天 他怎麼會削三十一 三月有三十一天 三月有三十一天 因為他知道三月三十一天 開第一次法說會嘛 所以三月三十一號的時候 有一個法說會 他有開第一次啦 那個時候的法 沒有啦 那個時候法說會是誰 沒有法說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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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三十一號法說會 沒有法說會 因為蔡英文還在當行政副院長 對 所以那個時候法說會 第一個叫什麼人 在這裡 在這邊 藝大師 藝大師報告 選了報告 叫那個 今天國內裡的那個 那個是寶寑 寶寑 就是那個史丹豐那個九十六 是啊 所以呢 三月三十一的時候 其實是這份 是怎麼 是怎麼 經建會會中八月十九的 對 把他倒來三月三十一 對 而且這是他把它打開的 今天劉一如改生他 這是他把它打開的 我要問的就是 什麼人支持他打進去 誰打的 沒有人那裡說 台灣政治走到這裡 大家都要做漁文 這個我不相信的地方 所以說什麼的 今天劉一如出來說 民進黨時代有一份資料 是遺失還是遺落 他說的也不清楚 沒有遺失也沒有遺落 找到了嘛 找到了嘛 所以我要說的就是 民進黨的態度很簡單 這個案就是很明顯的一個造假 本地上禮拜 拜時 拿出兩份機密文件的時候 說一個禮拜要解密 後來就變兩天 解密出來之後 這兩份全部 旋轉文也沒問題了 理會費也沒問題了 你現在就開始說 好 你看 三月三十一的時候 創營文他就列為 宇昌公司的主要負責人 所以你在做行政負義 負義上面的時候 你以前就想到你審議的時候 你就要做這間公司的黨事長 叫做利益輸送 對 國民黨惡一個地方就是這裡 所以我們今天就要求國民黨 我們本地為藏 為頂禮拜開始在說 全部的資料 都把負責下去了 例如今天 例如布偉孫 他說什麼 說什麼 這個案件太過火了 too much 我不奉陪了 我要辭職了 這個案件是我們打的 我們國民黨打 你說完過火了 什麼人跟你玩過火了 沒有…他搞不好不是講你們玩過火 對 誰會玩過火 沒有 當然不是說我玩過火 因為我們那時候打門 剛才說太過了 太過了 太過了 這個案件你從這麼好加在這個案件 全部都不是政治人物 他搞不好不是在談民進黨 你要了解 太超過可能不在講民進黨 當然 我判斷 有可能 有可能說這個案件 是不是要表一下 他問他說 後面 現在 重要的黨政人士 有一個幕後的黑手 這個贏武者 從這個案夫 到國際科學家 這有翁智慧 這有李遠哲音 這有何大議員 這有承諒母音 這有承諒母音 這些科學家 你全部都說 這是一個弊案 你在開什麼玩笑 所以民進黨態度 現在很簡單 就是 今天你劉一如 你講這些話 民進黨沒辦法接受 這些打起來 你說日期物質 整個車還說 因為民進黨當初流下來 沒放日期 放得不清楚 我給大家看一下 真的 3月31 是我剛才說過的這份 對 這3月31 日期多清楚 好 是怎麼看不見 3月31號 這 在這裡 這要快 有 3月31 2007年3月31 他寫得很清楚 所以劉一如 不好意思劉委員 劉主委 是不是他眼睛最近不好白內臟 不用你自己看 像你這樣的人會看 所以這個案我給他看 這個標準的 可能逼著他要出來 強認說他眼睛有問題 這個是一個水門案件 動用國家所有的公權力 好在這個案件 這個政治道政的一個案件 好在董事人 出來文書主席 應該有漏一些資料 所以我現在不免要質疑 以前把民進黨前朝 辦到外面都看不見 不然就開始大家都有準 說這裡有一份什麼 去跟說到的人 那有什麼我也知道 我簽過那些人那些公文 我怎麼知道 我有簽過什麼這樣的公文 因為全部的資料 都在政府那裡 這個案件恐怖在哪裡 你知道嗎 照你說政府的一個公文書 民眾要相信什麼 相信國民黨說的 不準算 民進黨說的 不準算 國下的一個公文書 這個案件 既然放在一個島出院裡面 在政建會 這已經列為公文書的一部分 是什麼人這麼大大 從這個原來沒有的 這麼沒有的地方 你去它加住 把它打下去 誰這麼大大 是什麼 為什麼 還要貼在這裡 331 明明331 就是這份 而且看有 看有的是這份 你貼在這裡 像這份 沒有的 是八月份 你總要把它放在這裡 很簡單 就是因為 八月十九個元書文件 這裡有 蔡英文 所以要做什麼 要把它連結 說這個 叫做一個利益輸送 這康英文 所以今天 錶一錄這裡 這種 的道歉是一個方式 它是纖維說 日期物質 我說不是 這就是標準的一個造假 這就是羅資罪名 上禮拜我們在這裡說的時候 大家有看到一個報紙 不是說 特徵族 已經啟動 說它特徵族 要查蔡英文 康英文 你給它看看 好了 特徵族你查 歡迎特徵族你就查 這特徵族查一下 這怎麼單純嗎 是不是政府機關 刻意的造假 羅資罪名 打擊 在野黨的總統候選人 我想小的大眾可以公論 是 何院 是 宏義 其實你剛剛講的 沒錯 這個宇昌案已經變成 壓垮馬英九 總統的一個 最後一根稻草 剛才我問張瑞雄 張主委 張議員講得很清楚 還好民進黨擺有這個文件 其實在中部過期 我們在說宇昌案的時候 很多我們中部的 互相都聽不懂 也沒有人去關心 大家關心的是什麼 拚經濟 拚生活 大家看不懂 但是鄉雄 他們現在說要解密 觀眾的興趣就來了 他們又大大大大到立法院 開記者會 我看到那個新聞是說 那個所有的攝影記者 一字排在 幾百 所以說那個陣仗大到很多人 就開始有興趣了 所以說很多台東人 今天能夠進去 那個記者會 就像剛剛我們各位大哥講的 開了記者會 發現解密的文件 其實也沒有什麼秘密 那些黑手把他的老闆也說 我們跟人家說 技術高溫的時候 本來把他保密 都要保密對不對 這很簡單 如果你做生理 甚至跟外國客人 你做生理的人都知道 所以這個問題其實 根本沒有什麼秘密可言 所以說剛才我們總主委說 好 就讓他全部攤在陽光下 但是你知道嗎 一開始雨傘出來的時候 很多中部的 我們的歐巴桑和他送了 跟人家媳婦都說 那個國民黨在衝空的 那就是我黑的 可是你看 劉憶如主委的這個承認跟道歉 他說那個日期是他貼上的 到底是誰叫他貼上的 我相信這是國民黨叫他貼上的 這有貼上的你貼上的是不是 這就讓我們的支持者 算得準準準 我覺得不是我們的支持者是 全國台灣人民都算得準準準 我覺得中間選民的選民 也看不下去喔 你要知道喔 是 沒錯 其實喔 張媒體10點外 會拿到這份331的這個文件 說明會 那叫做突襲 根據TVBS張的報導 很差別喔 張在解密記者會 所有國民黨委員 你看那兩份公文 由於又提親委員說委員 那個公文沒什麼 331才是重點 所以其實昨天早上就知道 主要的突襲的對象是331 那份公文 那個說明會 不是公文啦 還要知道一下 對 公文 那叫做煙霧彈 那是拖 拖住民進黨的戰力 整黨都在看那兩份公文 結果 人家晚上331 全身去報社 自己結了 今天這個事情非常簡單 今天如果這是馬辦出來 開記者會 那個聯合晚報的標題就成立 叫做烏龍 什麼叫烏龍 烏龍就是 鳳儀你叫我去菜車買一包蔥 結果我自己買一包蔥回來 這叫做烏龍 這個不叫烏龍 鳳儀 這個叫做造假 這個叫做偽造文書 這開始 今天不是馬辦的 那些小朋友出來開記者會 指控 不是喔 是中華民國金建會 金建會主委多大 很大 小內閣嘛 定於是小隔魁嘛 對 中華民國金建會跟在 場地是在中華民國立法院 對 中華民國的國民黨籍的立法委員 這個不叫做烏龍 這個是用國家的力量 在打壓一個在野黨候選人 而且用假資料在抹黑他 意圖對他進行人格謀殺 我認為這個是非常嚴重 他剛才大家問說 劉一如有沒有看過資料 有 我跟他說劉一如有沒有看過 我不知道 但是有人看過 兩聲都看完了 為什麼很簡單 洪毅你剛剛問了一個很關鍵的問題 三月這麼多天為什麼填31號 對啊 為什麼不填31號 對啊 他是要整理那三月而已 那兩聲資料 那兩聲資料 那兩聲資料有人看過 在八月十九號那份說明書裡面 看到有蔡英文的名字 很高興 一茶話 不對 這裡是蔡英文不是副院長的 沒有問題 再去看看 看到三月三十一號另外一份 可是沒有蔡英文的名字 但是因為兩份的封面長得很像 而且都是英文 你不仔細看你還真分不出來 所以很簡單 宜花揭幕 把八月十九號那份 加一個標記 叫做331 他也很用心 沒什麼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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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說 我們去簽勒套就沒簽這麼準 一簽就對了 剛好三月三十一號 哪有這麼技術 所以我說有人看過 有人精心策劃 劉一如 我相信 他絕對不是主角 可是我一點也不同情他 因為你做到現在無關 你台下高興 你應該有這個判斷 有這個道德感 你明知道這個事情不能這樣處理 你為什麼干為打手 所以我同意向他說 他說那個圖馬是太超過 我認為他不是說民進黨 他是說給後面那個人聽說 太超過了 別說這樣 我覺得這個是很簡單 太超過到他想遲遲 他說 我具體要求 馬英九你要出來道歉 如果蔡英文可以因為一張文宣的照片 放錯物質出來討欠 我引述聯合報的社論 再不到歉就是無能無恥 馬英九 再不到歉你就是無能無恥 這個是你一定要出來道歉 而且偽造文書公訴罪 民進黨根本不用去告 去告發就好 去地檢署告發 這個案也不用告特徵組 北檢你告發 檢察官我們等著看 看你要不要查 好 那麼到目前節目進行大約半小時 那麼這個語音投票 已經超過五萬大概四千通了 有可能也會再破紀錄 那麼這個事情老實講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嚴重 馬總統碰到了什麼樣的危機 他的選情到底怎麼樣 民生問題這麼多要解決 為什麼一個經建會主委 他應該說股市這麼不好 我應該怎麼辦 他應該說民生經濟問題這麼不好 我應該怎麼辦 他不思索這些 他在做這些事情 等一下回來我們繼續討論 來 先休息進廣告